我们家的羊鱼终于可以挖了 别看这锅头不大 但都是纯天然驴色 没用没花费的 吃起八十一半 现在挖了这么多 准备回去弄好吃的 这羊鱼大小不一样 我们把它打起圈出来 洗干净 把它切成片片 洗干净刮了皮皮的羊鱼 我们把它切成片片了 清洗好 把锅给它煮一半手 再把它放一半手猫猫眼 煮到八成熟的时候 赶快捞下 不要煮蛋了 拿起来的土豆 把它均匀地放在波鸡里头 晒它几天 凉晒了几天 这尺寸有点大 那么大的波鸡晒得还这么点的 不过太大事 再干了 干了生意 弄起来都吃一半手对不对 弄到这些水感泡泡 这个羊鱼片面差不多泡了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弄起来 过来炒腊肉吃 绝对冲得很 切一半手腊肉 这些辣肉根本找不出 边切之又边吃 烧到点就给它软一半手锅 把这五花肉弄过来炒一半手 放点我们的鸡蛋糕 舀一点面炒下炒一半手 放点辣椒准备吃锅 这道菜是心得就是 不用放点豆瓣酱 啥都不用放 味道相当发誓 吃锅吃锅 哦 哇 吃饭吃饭 看我们这啥是大夫人家 一碗肉一碗菜八十五百 吃的都羊羊甜甜 辛苦了这么久 就要是拿肉土豆辣椒 七尺一口闷再开就哇 嗯 烙鱼哦 味道相当不错 关这道菜我做个集中的 小玩弄这道菜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弄饭 不要忘记弄饭 不要忘记弄饭